以策書第28章第13節 可以说其中最快人心醒的两个字 就是所以这两个字 所以这两个字就是告诉我们 神审判骄傲的人的方法 审判那些不愿意在神教话语面前 降伏的人的方法 有些人说 不是啊,我也是在神教话语降伏 圣经教我腐足,我信腐足 教我这字,我信这字 那够不够呢 那些你觉得与你无关的经文 你有没有熟读它呢 那些是神的启示话语 但你觉得太过心目难明 你不尝试花时间去明白它 因为你觉得对你没什么利用价值 当你这样做 是不是算叫在神的话语面前降伏呢 就像我所说的 圣经奥比这个字出现过27次 是不是当这些圣经 是属于牧师去理解的 属于仕途去理解的 你是否真的被这个 这女一点那女一点叛到你呢 如果是的话 我想你知道 那你就列入神审判之列 因为这里用所以这个字 神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导致一些人 在信仰不认真的人 他们的信仰是完全跌碎的 他们完全是在网罗当中 是潜住了的 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神刻意去用这个方法 去使得那些在信仰上 不愿意付代价的人 选择性去看圣经的人 选择性去明白圣经的人 仍然是那句 我打从开始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在信仰上你开头 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做 起码是一个基本上好的方法 OK 但是那个字是一个很开始 不是这样叫做成熟成长 在你信仰过程当中 除了你喜欢的东西之外 圣经指定的东西 早知道你说是 命上加命 是一个命令来的 圣经指定的 你会不会都厌惑呢 你觉得不关你事呢 你给自己藉口呢 开头是藉口 后来是理直气壮 说不关你事呢 所以你不需要明白 不需要理解 不需要告诉别人 但是你知不知道 哪个人一出世 就懂得圣经的 我以前对圣经的认识 跟任何人一样 当我信主之前 我意思是 我只是连主耶稣都没认识之前 但是每个人 如果他都在信主之前 或者初信的时候 都将自己应该有的 信徒的责任 去推卸的话 怎么能够在圣经里面 知取里面 圣经讲的祝福呢 岂不是就诗篇第一篇 就已经讲我们要 就夜思想神的话 不是就夜思想你 对神的话的选择 不是就夜思想你的喜好 不是就夜思想你自己的利益 或者对自己有利益的金具 他说的是就夜思想 耶和华律法 但是神的律法是怎么样的 是律上加律的 是例上加例的 神的律法 神的话语写成 他有指定的原则 和原因 又是那句 我讲到神的话语 有指定的铺排的原因 是来自这个所以 就像我所说的 这个所以 是告诉我们 神刻意这样写圣经 是叛倒那些不愿意 在信仰负责任的人 那你说 哇 怎么才是信仰负责 我相信最基本的信仰负责 就是去看得明白这本圣经 听得明白这些真理 因为我觉得这个责任 对于一个平信和一个基督徒来说 是意义得很重要 因为最难的是找到这个启示的人 最难就是那些先知要做的工作 最难就是那些教师传道人 要天天去去举着这本圣经 然后找到那个启示 找到那个联系 但是当人家用 比你辛苦一百倍的努力去做出来 你连那些点都不愿意付出 而还要嬌养自己的心的话 那我相信 如果大家以一个平心静气去说 你会觉得那些人真的值得他死的 对不对 虽然粗俗一些 但是真的值得他死的 因为既然神都要他死 我觉得真的值得他死的 对不对 但问题你会看到在启示录 我们就是在那个时代 神就审判 让这些所谓信徒 让这些堕落的天使 就在他们自己的娇狂当中去拜祷 事实实在 他在神的面前 他没有办法去战胜神 没有办法 甚至有神这本话语 放在他眼前 过去几千年 他都没有很明白的原因 就是神用这种方法 如我所说 这一点 那里一点的方法 不单止是伴到这些所谓信徒 就是带着假信仰的法利塞人 并且要伴到这些堕落天使 他们以为 聪明以为他们能够有神的话语 可以有捷径去对付神 但是神就用回神自己的话语 成为这些人的网络 用的方法就像神用回神的话语 使用回神自己的网络 一样 所以就让今天我们同心去立志 让我们一生里面 是不断破碎我们自己 使我们得到圣经的祝福 而不是在一生里面 我们只是建立自己的自我王国 想着去利用圣经的祝福 以赛书第28章第13节 所以耶华向他们说的话是 命上加命 灵上加灵 律上加律 例上加例 者里一点 那里一点 以至他们前行仰面跌倒 而且跌碎 并陷入网囊被遣住 云传因你活金献出 我一切盼 持守你画信念未为 神荣耀照应给我安慰 今次盼 全让你尽发光辉 愿我心发亮自然笑 不抚慰 今心乐意为你 成天兴香的祭 尽我心揭力仰望持守 实践真理 一生为你尽发光辉 奉上一切 不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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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抚慰